在此期间,各地的联防联控机制,包括有关部门以及高校,可以说形成了支持学生返乡的政策、机制和工作经验,明确了学生离校返乡的两免政策。 根据6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政策要求,满足条件的返乡学生免于集中隔离观察,确需隔离的返乡学生免除集中隔离费用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还明确要求各地要足迹传达,足迹落实学生离校返乡政策,不得层层加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